Hello 大家好 我是江亮 很久沒有拍開箱的影片了 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背包 而是休閒與時尚兼具的手錶品牌 About Vintage 最近有很多新創的品牌 不論是背包、服裝或是配件等等 都是來自北歐 About Vintage 也是來自丹麥哥巴哈根的手錶品牌 大家可能會想說 從丹麥寄過來的錶 橫跨了整個歐亞大陸 那是不是會製造許多的探阻機呢? 沒錯! 這也是About Vintage 一直致力於的永續項目 我們可以想一下之前才結束的雙十一 有數千萬甚至數億個商品 從陸、海、空、三館起送 那個探阻機是勢不可免的 而每一筆我們在About Vintage 所下的訂單 都會資助聯合國所認證的CHOOSE組織 達到至少125公斤的碳中和 甚至是和環保組織合作 協助清除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海洋塑膠垃圾 我選擇的錶款是 1926SC Steel Blue 的這個手錶 1926這個名稱是為了紀念世界上第一支的防水錶 在1926年誕生的 那我先從外盒來慢慢介紹 About Vintage 的包裝其實我覺得蠻精美的 它的外盒是高棒處的紙卡 而且可以看到上面是有燙金的LOGO 那我可以摸得到整個紙卡是有纖維的觸感 而且是可以非常滑順的將上蓋給抽起來 接著就能看到另外一個驚喜 像是聖誕節拆禮物一樣 覺得一邊會可以落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更精緻的木盒 那這個木盒其實我拿起來覺得還蠻有份量的 打開來呢 就可以看到 1926SC被安穩的放在裡面 整個過程 開箱的過程 我是覺得還蠻有一致感的 雖然我不是手錶系畢業的啦 但是我可以從表面上的幾何圖形啊 紙身表圈 或者是39.5mm的寬度 都可以讓人直覺感受到Vintage所謂的復古感 官方原本所附的表帶是這一種 是五珠金剛表鏈 看上去其實蠻有商務人士的感覺 也給人一種比較精幹的氣質 但我其實平常並不是這種性格的人 幸好官方可以讓消費者免費選擇第二款表帶 可以隨著場合啊 隨著心情去做自由的更換 那我選擇呢 是這種比較休閒感的脊皮表帶 也比較適合我日常生活穿戴出門 在我收到這款手錶的時候 其實我是隔了好幾天才正式戴上去 那幾皮表帶呢 跟肌膚其實貼合的非常舒服 而且這種中小型的表鏡 不會為手腕帶來太多的負擔 就傳達而言的話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配件 不會太過於搶眼 也稍微有一點點綴的效果 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是 雖然它是實音表 但是它指針在跑秒的時候 是會像機械表一樣滑順 你放在床頭櫃睡覺的時候 是幾乎聽不到指針的聲音的 那來總結一下 About Vintage這款1926 SE的手錶 雖然我自己沒有太多代表的經驗 但就這次快半個月左右的體感的話 我是覺得蠻舒適 而且是非常耐看的 加上充滿儀式感的開箱體驗 如果先不就單價的話 我是覺得還蠻適合作為禮物來購買的 尤其接下來又到了聖誕節的檔期 那如果你是還沒有準備好禮物要買什麼的話 About Vintage 會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喔 推薦給大家 那麼這支久違的開箱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幫我按個喜歡 或是分享給你身邊有需要買錶 或者是想要買禮物的朋友 那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除了開箱影片之外 也有生活跟翻唱的影片 我是薑亮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請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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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